来聊一个话题,就是SEC和币安之间的冲突 就是SEC针对币安提出了一些指控 这一波会不会打到刑事法庭 或者是币安到底有没有问题 或者是SEC有没有问题 这并不在我今天想要去聊的这个范围内 我今天想聊的就是面对当前这个情况 就是我们可能可以做的一些选择 和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就是说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现在对SEC和币安这个状况 就是对整个市场的冲击 你是感到兴奋还是感到恐慌 就是兴奋和恐慌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 你如果是感到恐慌 那说明你觉得这个市场还会继续下跌 或者是到一个崩溃的状态 如果你是感到兴奋 那么你可能是闻到了钱的味道 对不对 我而且就是针对大家目前的不同的状况 如果你是满仓或者你是空仓 那么对应的不同的操作和就是感觉上来说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说一个就是之前可能一些很早参与这个市场上的用户会 可以呃知道一个事情就是联合清退这个事情联合清退去的货币这个是在呃国内发生的呃这个一个事情 呃这是之前我我已经不记得是很什么时间 其实我经历过的有三两到三次就是呃呃呃呃银保健会 呃然后那个嗯几个部委 然后联合去呃禁止和清退这个问题就是我遇到过几次呃但是呃说句实话 嗯不管是不不论是哪个国家其实当时就是发生那个最后一次清退的时候 其实当时呃我记得没错的话比特币的交易量在中国大陆是占六成以上的 其实对当时对虚拟货币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呃 然后后面就出现了就是嗯币安火币 然后ok这些平台出海呃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嗯因为我参与的比较早就是其实前期也经历过就是那种呃部委啊银行去说要去封杀 然后呃这种情况当时就是最后一次去这个各个平台出海之前那次清退我的操作是其实我我当时只有一个比特币中国的一个账号 然后当时我我觉得嗯我感到很兴奋然后我去呃 反而去拿了从自己的就是为数不多的工资里面那时候刚毕业吗 然后拿了一些钱然后6000块钱抄底了莱特币呃因为为什么抄底莱特币因为呃也是因为单价比较低 然后当时来说比较主流的就只有三种一个是比特币一个是莱特币然后再就是呃以太坊还有eos就是这几个 嗯啊当时eos在不在我还不知道反正就是主要还是比特币莱特币然后呃以太坊这三个呃然后后面的情况就是我在 过了差不多三个月以后说就是国内清退完之后其实这个价格其实涨回来了 然后当时是挣了6倍我去没记错的话是6倍左右就6000块钱挣6倍其实当时对我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就是呃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第一次有了一种呃正而半仅挣钱的感觉正而半仅挣钱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说你感觉钱像大风刮来的一样呃就是这样的感觉呃其实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经理所以大家现在看这个� 是一样跟 seccn 的矛盾 呃你可以想一下你现在到底是呃感到兴奋还是感到恐慌那么根据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我自身发生的例子的话那么其实你现在的状况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就是说你看重新看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就是呃有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空间我并不是说呃 那关于这个怎么去操作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状况去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一个就是当时的呃几个组流几个是比特币一个莱特币然后一个呃以太坊这三个呃然后如果你现在是恐慌的话那么其实呃之前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一次被这个国内清退这个其实之前还发发生过银行说要插断呃交易所那个资金链那次其实呃 嗯就说反面来说其实我当时是在之前是在拿了有1000多块钱的呃比特币在手里的但是后呃前面就是呃之前的那个银行发文说要清就插断虚拟货币行业的那个资金的时候我是把所有的都清清掉了其实在后面其实就是说呃那个就是比特币从呃1000多就几百块钱几百刀 然后涨到了3000到3000多刀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就是其实我是当时被洗下车的即便我在当时的资金量在现在看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那个经济是对我后面那次清退的前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呃面对这样的状况就是说整个市场开始呃感到恐惧感到恐慌 觉得觉得还会下跌的情况下呃你大概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就是前面一次经历 所以才会给我后面一次的那个呃判断的条件这是我首先要说的就是说你如果是兴奋还是恐惧其实都是建立在目前你自己的认知上面就说但是我们首先要呃认识到一点就是说不可能我们对一个市场做错一个准确的预测啊然后另外我要说一个问题就是嗯 嗯sec和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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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SEC主席去做比特币相关的大学课程 好像研究上还是大学的课程 现在市场之前他上台的时候 都是说哎 很好这个人很了解你 比特币行业训练货币行业 但是现在大家看 就是说他们去描述 SEC主席是老鼠 其实我觉得美国政府去 去对驱离货币进行监管 这个并不是说一个坏事情 大家也知道整个行业 现在是很乱的 就是片子横行 你百分之一个项目 你80%以上的可能性 你都会是遇到一个 马上要跑路的一个项目 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状况 其实监管来说的话 并不是说一定是有害 或者是不好的 其实对整个行业来说 其实进步的 即便是我说句 很可能很多人都不愿意 去听那句话 就说即便币安倒下了 那么其实整个行业 还是存在的 币安并不代表 整个虚拟货币行业 但是如果币安倒下 也并不会导致 整个行业的崩溃 你就说没必要 就是因为你在某下交易所 然后你就去觉得 整个行业的前景 不行就是因为这个怎么怎么样 这样其实是很狭隘的我觉得 然后其实我个人来说 其实我最近一年多吧 一年半两年的左右的时间 其实用的最多其实是币安 但是其实我比较不喜欢币安 币安其实给我的感 整个感觉其实就是 反正感觉感观众是不好的 然后另外一个我就觉得 这是一家夫妻店 就是他他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正常 把你现代文明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公司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问题的 包括之前 一低啊 好像是一低优吧 还是什么 就是呃 大家就说这个币完全就完全是呃 就是推特也是刚注册的 然后官网都还没完善 你现在居然币安区上了这个这个币 好像是一低优 然后就很多人说是 嗯 其实是合一的那个闺蜜嘛 就是币安币安照常蓬的老婆的闺蜜 然后你看那个照常蓬经常去比四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照常蓬那个那个那个手指 嗯 照常蓬喜欢经常去比那个四对不对 比四那个手四 其实那个是代表 好像他们一家四口的意思 呃 我记得没错的话 呃 最重要是那个含义 经常比那个四 呃 那么其实就说这个人是我觉得嗯 就是说不够现代文明吗 还没有特别那个 我觉得这方面还是难说的话 其实我是不是特别战场 所以我觉得嗯 没有必要 我说这个原因就是说没有必要 因为占某一个交易所或者什么 就是完全就去呃 不理性的去考虑这个问题 好我今天就讲到这些 谢谢你 有没有 谢谢大家